从万物有灵到万有真元 试论人类从原始最朴素的信仰 一路进化到亚伯拉罕一神宗教 人类自从睁开眼睛看世界 就开始了从感知 到认知的循环过程 出于对于大自然的敬畏 人类自然衍生出了 最初始的直觉观点 这就是原始信仰 信仰的升华成为体系就形成了宗教 信仰可以是千奇百怪 宗教也可以是五花八门 有信仰的人未必信宗教 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环境造成的 毕竟近诸者赤 近墨者黑 无论信仰源自何方神圣 都会或多或少的提供 某种慰藉与希望 相信苦难都是黎明前的黑暗 具有这种认识就不会迷茫 彷徨 抑郁 抑郁症在全球范围内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心理健康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全世界大约有3.8%的人口 惨遭抑郁症的摧残 在某些地区某些人群 抑郁症患者比率 甚至高达一成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趋势 抑郁症患者的比率 也在升高 也已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之一 而抑郁症的发生 其最大的推手 显然就是希望的破灭 和信仰的崩塌 因而 感情脆弱或冲动暴躁性格的人 不适合于宗教 只适用于信仰 信仰与宗教 信仰是人类的一种 极其复杂而深刻的人生思维 涵盖了诸如宗教 哲学 道德和文化等多个方面 信仰可以帮助人们 领悟到生命的意义 提供了一个框架 使之能够理解 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 属性 角色 生活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以及挑战因素 而信仰可以提供一种 内心的安慰和庇护感 帮助人们应对恐惧 焦虑 无奈和挣扎 信仰常常包含一些 道德伦理规范 指导人们如何积极地生活 信仰提供了人们 可以互相支持 分享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会所 这种社会性归属感 对人类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信仰涉及对超越物质世界的探索 寻求与某种更高存在 直至终极现实的联系 这种追求 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带来深层次的满足感 信仰往往深植于文化传统之中 通过信仰来传承文化遗产 信仰首先是相信 成体系后才是宗教 就是说 广义的信仰 还包括对某种理念 价值观或理想的坚定信念 无论形式如何 信仰都在人类生活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影响着人们的思维 行为和情感 根据这一理念 学界公认信仰的初级阶段 就是万物有灵 万物有灵 万物有灵 学界认为 人类先祖最朴素的信仰 就是万物有灵论 这是一个非常早期 普遍天真的信仰感知 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 包括万事万物都具有灵魂 都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都具有必然的宿命 比如三文鱼 母三文鱼到了秋季就集体回游 玩命地向上游自己的出生地冲刺 一旦成功到达 产卵之后光荣牺牲 三文鱼子孵化后 拼命地向下游逃生 从而按规矩 开启自己的宿命之旅 又比如某些树木 一旦某些支插夭折 树木就会显得歪歪斜斜的 但继续长下去 就会越来越直 再比如气候 两暖季四百年一轮回 人们的心情也随之温冷起伏 这是因为暖季风调雨顺 风衣足食 国家之间也迎来送往 相安无事 而寒季年平均温度 仅一两度只差 一个寒流涌来 牲畜就会冻死一大片 那么游牧民族断了生计 就只能冒险南下 劫略农耕民族 万物有灵论的文化 也包括对祖先的崇拜 相信祖先的灵魂 在死后仍然存在 并可以影响后代的生活 人们崇拜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 如太阳 月亮 风 雨等 认为这些自然力量 都是有灵的 并且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与福祉 为了灵魂和精神的沟通 人们发明了各种祭祀仪式 祈求好运 健康和丰收 这些仪式通常非常简单 但意义明确 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 许多生活在非洲 美洲 亚洲 和大洋洲的原始部落 至今仍然保留着 万物有灵论的信仰 例如亚马逊雨林中的一些部落 仍然相信森林中的每一种生物 都有其灵魂 一些古代文明如古埃及 古希腊和古罗马 在其早期阶段也表现出万物有灵论的特征 例如 古希腊人相信 山川河流中居住着各种神灵 万物有灵论代表了人类最原始的尝试 去理解和解释周围的世界 这种信仰体系 不仅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紧密联系 也展示了人类如何通过宗教信仰 来寻求对未知事物的控制和理解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 主流宗教信仰变得更加理论化和科学化 万物有灵论仍然是理解人类宗教起源的重要窗口 多神论 多神论 万物有灵学说 毕竟源自于人类对于世界 最原始最朴素的理解属于信仰而不是宗教 而进一步升华了的灵就成了神就成为宗教 那么对于风情万种的神明 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理解 当然也离不开专业分工 于是人类笃信天上的神明 肯定是由众多分管具体事物的神明所组成 这就是多神论 多神论是指信仰多个神明的宗教体系 这些神明通常具有不同的职能和属性 各自掌管自然界 社会 家庭等不同方面的事物 多神论在古代文明中非常普遍 多神论的宗教体系中 相信世上存在多个神灵 每个神灵都有特定的职责和领域 这些神灵之间通常具有复杂的关系 包括亲属关系 联盟和对立 多神论文化通常有丰富的神话和传说 这些故事解释了宇宙的起源 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 这些神话不仅成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也是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多神论体系中 人们会为每个神灵建造神庙 并通过各种祭祀仪式来敬拜和祈求神灵的庇佑 这些仪式包括献祭、祈祷、节日庆典等 多神论的神灵通常有具体的形象 常常通过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不同神灵的象征符号 在宗教艺术和建筑艺术中占据重要位置 古希腊宗教是最典型的多神论体系 有众多神灵如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等 每个神灵都有其独特的职能和神话故事 例如宙斯是众神之王掌管天空和雷电 古罗马宗教与古希腊宗教有很多相似之处 也信仰多个神灵 如朱毕特相当于宙斯、诸诺相当于赫拉 马尔斯相当于战神等 古埃及宗教也是多神论体系 拥有众多神灵如太阳神拉、死神奥西里斯 智慧与魔法之神托特等 埃及人通过各种庙宇和祭祀仪式 来敬拜这些神灵 印度教是现代世界中 仍然广泛实践的多神论宗教 信仰众多神灵如 皮尸奴、尸婆、女神杜尔加等 每个神灵都有其特定的形象、传说和崇拜方式 多神论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复杂性的理解 通过多个神灵的形象和职能 人们能够更全面地解释和应对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这种信仰体系不仅在宗教和精神层面上影响深远 还在文化、艺术和社会组织等方面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多神论的神话和传说 至今仍然是文学、艺术和哲学的重要资源 影响着人类的思维和创造力 对于多神教 无论是哪一种神明、神灵 都在探讨世界的源头 这方面 一神教也不能缺席 于是创造出了一个词汇来表达 那就是 万有真源 万有真源 万有真源这个词 在世俗上并不常见 但在宗教书籍里却常常抛头露面 它的意思是 万有 指一切事物 万物 真源 指真正的根源 这个词汇来源于圣经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记说道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老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上述经文传达了上帝作为一切存在的源头 和根本力量的观念 尽管翻译时 没有使用万有真源这个具体词语 但其含义是相通的 广义的讲 万有真源可以理解为一切事物的真正根源 这个词语可以用来表达一种哲学或宗教上的观点 认为所有世间的万事万物 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的来源 类似的概念在许多哲学和宗教体系中都存在 比如道教中的道 佛教中的法性 或者一些西方哲学中的第一因 可以说万有真源这个词 是基督宗教的内部术语 也是基督宗教对于人类文化事业的重要贡献 类似于老子在道德经中的宇宙生成论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有真源这个词 从相反的方向 揭示了一神教的起源 翻译成口语 就是 人世间万事万物都出自唯一的创造者 于是 一神论磅礴而出 一神论 一神论是指信仰唯一的全能的神的宗教体系 与多神论相反 一神论宗教只承认一个神灵 认为这个神灵是宇宙的设计者 创造者和统治者 是唯一值得崇拜和敬畏的神灵 一神论是世界主要宗教的核心信仰 一神论宗教只信仰一个全能全知全善的神 这个神是世界和宇宙的创造者 并且持续地掌控和维护宇宙的运行 一神论具有排他性 认为除了这个唯一的神之外 没有其他真正的神灵 所有其他的神灵 都是虚假的 一神论宗教通常包含一套道德和伦理规范 这些规范被认为是神灵的旨意和命令 信徒必须遵守以维持与神灵的关系 一神论宗教通常有神圣的经文 被视为神的启示 这些经文指导信徒的信仰和行为 亚伯拉罕宗教 是历史上最早最严格的一神论宗教 他信仰唯一的神耶和华 认为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 和以色列人作为选民的守护神 亚伯拉罕宗教主要包括犹太教 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 犹太教的核心经文是西伯来圣经 以称旧约圣经 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 东正教 新教 基督宗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 信仰三位一体的神灵上帝 耶稣基督和圣灵 基督宗教认为 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 耶稣基督是救世主 圣灵是神的灵 基督宗教的核心经文 是新旧约圣经 伊斯兰教也是严格的 异神论宗教 信仰唯一的神安拉 穆斯林相信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最后一位先知 伊斯兰教的核心经文是古兰经 其实 上述三大宗教 信仰的是同一位神明 因此 他们被统称为亚伯拉罕宗教 希克教也是异神教 起源于印度次大陆 信仰唯一的神瓦赫古鲁 希克教的核心经文是古鲁格兰特萨西布 教徒人数约2500万 一神论之亚伯拉罕宗教 一神论宗教 一神论在宗教和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宇宙观 强调宇宙的秩序或目点 通过信仰唯一的神明 异神论宗教为其信 徒提供了坚定的信仰基础 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异神论的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化 法律 艺术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发展 异神论是一种观点 而不是宗教 异神论最终成为宗教 是需要契机的 而亚伯拉罕宗教 之所以成为普世宗教 关键在于神计和预言 换言之 没有神计的发生 没有预言的实现 就肯定没有亚伯拉罕宗教 根据圣经记载 亚伯拉罕是亚当夏娃的第二十代孙 是其一神教犹太教 基督宗教的祖先 但不是创立者 创立者是先知摩西 因为摩西带来了上帝的实践 从而构成了旧约圣经的核心 旧约圣经的第一章创世纪 是摩西在公元前1500年 用古希伯来文写成的 所以由摩西所传承下来的宗教 也可称作摩西宗教 这样就可以区别伊斯兰教了 对于神计 圣经中记载了 大约有120到140个具体事件 比如耶稣复活后升天 其间显现给了很多人 没有这些神计的支撑 单凭文采与口才 肯定是难以服众的 关键是 神迹直至今日仍时有发生 对于预言 圣经中有大约1800个 其中已经应验了的占比7到8成 尚未应验的 基本都是关于未来和末世的事情 因时间未到而尚未结案 对于圣经预言 很早就有迹可循 铁定非后人作弊所为 从万物有灵到万有真源 无论个人初衷如何 思考万物之灵直至万有之源 人类辗转反侧 必定最终会找到人生真谛 随着科学技术的证据 越来越像一神宗教倾斜 相信徘徊者终会有朝一日 汇聚到上帝这尊万物之源 这里来集合报道